2月5日,又是跌宕起伏的一天。 当日,上证指数盘中一度下跌3.46%,再度创下新低至2635点。 不仅击積穿了上周五的2666点,也击穿了2020年的疫情底2646点。 与此同时,深城市的跌幅,也一度达到了4.61%。 护身两市近5000只个股下跌,于3000只个股,跌幅超过7%。 时隔7年,人们再次见识到了千股跌停。 而且,这次的千股跌停,还跟历史上的不一样。 同样的跌幅,以前跌个10%,就算跌停。 而现在,创业版和科创版,都是负20%的跌停版。 所以,同样是跌停,现在跌得可比以前很多了。 因此,2月5日绝对是非常惨的一天,哪怕跟以前更长的历史对比。 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,出现如此大的下跌波动。 要么是牛市的末期,要么就是爆发了黑天鹅事件。 但这两样,A股似乎都沾不上。 而T下跌背锅的,也已经换了好几波了。 从外资做空,再到量化资金。 从雪球敲入,再到这次基金我杀我的消息传播。 说的就是,机构联合基金做空得力。 而基民散户,却被坑在其中。 基金虽然买的是股票,但却把这些股票,出借给证券机构。 而机构拿着借来的股票卖出砸盘,也即融券卖出。 砸到一定位置,在低价买回股票还给基金公司,也就是买券还券。 这一过程,股票数量一股没少,但是股价可能缩水了30%。 这30%等于是做空机构的获利。 其中,只分了一点给基金公司当利息。 而投资者,却成了大冤种。 也许有人会问,机构做空股价获利后,基金不是也会缩水吗? 那基金公司,为什么愿意把股票借机构呢?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,基金公司是怎么赚钱的。 首先,基金公司赚的是手续费。 它只需要做大基金规模,而不对基金盈利负有绝对责任。 亏了算机民的。 这也就意味着,证券公司做空基金公司持有的股票,导致基金缩水后。 实际亏损的是基民,而不是基金公司。 其二,出借股票,可以赚利息。 这个利息的操作空间很大,可以不计入基金收益。 总之,现在市场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,基金联合机构一起做空。 基金赚手续费和利息,机构则赚差价,双重收割基民和股民。 所以今天很多人又开始喊,要监管严查做空。 但我们想说的是,这些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。 A股要想重新站起来,可不只是禁止做空那么简单。 股市这种地方,是用钱投票的。 而运动式的管理,只会让市场变得更加畸形。 不尊重市场规则,不建设长效的市场机制。 无论怎么就是,恐怕都只有短期反应。 而对于这次的大跌,也有人表示,过去这么多轮市场周期, A股在真正见底之前,总会经历最后一轮,异常凶猛的出径。 那么,当市场经历了这场堪比熔断的灾难之后, 这残忍的最后一跌,到底过去了没有? 在讨论是否见底时,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在市场的表现之上, 但却忽略了,现实的经济状况。 虽然A股与中国经济可能并不直接相关, 但实体经济仍是股票指数最底层的资产。 当然,想要通过研判基本面来把握市场拐点并不容易, 因为投资者对经济复苏的预期,会促使股市先于经济见底。 再加上,政策对于经济往往具有比较强的指向性, 由此衍生出了A股的三重底,政策底、市场底和经济底。 市场的迷幻之处在于,这三重底并非一蹴而就。 换句话说,即使出了政策,市场和经济也未必见底。 而在三者的传导过程中,摄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桥梁。 A股想要见底,很可能需要先看到摄融高增速的出现。 因为新增摄融加速,意味着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增加, 也会带来相应的投资消费需求的增加。 企业的收入和盈利也将会因此而改善。 而新增摄融增速,领先实体经济差不多3至6个月。 而根据国胜证券总结,市场底一般出现在两种情况下。 第一种是出现了特别强的政策信号, 比如2005年的股权分制改革和汇率制度改革, 以及2008年11月,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。 另外一种,则是持续政策落地,同时配合高涉融增速。 可2022年3月之后,虽然持续有政策出台, 但显然都达不到会改获4万亿计划的级别。 况且,国内的经济体量早已今非昔比。 知名经济学家徐小年,也提出了一个,政策效益递减理论。 在他看来,产能过剩的情况下, 经济从过去经常见到的通胀,变成现在的通缩。 政府在需求方面,采用的各种政策,越来越没有效率。 所以,货币政策的放水,信贷政策的松宽, 对经济的影响,越来越弱。 而根据国盛证券宏观团队的分析, 2023年新增涉融,虽然同比多增, 但增量主要集中在,风控刚刚放开的一季度。 此后增长即开始放缓, 同时涉融结构欠佳,政府债券是主要拉动方。 而居民和企业中长期贷款, 自7月起,均连续同比少增。 至少从目前来看, 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,仍保持着谨慎求稳。 简单来说就是,很多人期盼的底部, 目前仍然看不到。 虽然结论不是很乐观, 但仍在市场的朋友,也不用太过悲观。 经济和市场,总会有周期, A股也不会永远这样坍缩下去。 等待寒冬过去, 终究还是会迎来春天。 我们需要的是,让自己心态恢复平静。 暂时和市场保持距离, 让生活回归常态。 不要让投资,变成一种负担。 说起来,最近这段时间, 国内不仅是股市遭遇寒冬。 现实世界中, 2月1日以来, 湖北、安徽、河南等中东不多地。 也遭遇了,自2008年以来, 最大的一场雨雪冰冻天气。 多个城市先是下冻雨, 再下大雪。 路面上, 结出厚厚的冰层。 道路两旁, 都是被冰雪压断的树枝。 高铁航班, 大范围晚点甚至取消。 高速公路上, 堵车严重。 一些农村已经出现, 停电断网等情况。 从上图可以看到, 因为冻雨, 让高铁的行驶时速, 甚至降到了10公里。 而车站的大屏显示, 一些列车晚点了600多个小时。 当然更多的列车, 则是因冻雨而被取消。 据媒体报道, 汉口站2月4日, 约有200趟列车停运货晚点。 当天和前一天, 分别退票约5万张。 在武汉的天河机场, 因为冻雨, 机场跑道一度关闭。 近两天内, 取消出港航班152架次。 目前, 也是大面积延误的状态。 部分乘客在机场滞留, 超过了24小时。 而在公路方面, 湖北数十条高速公路, 因大雪和冻雨被迫管制, 甚至封闭。 不少车主被封在了高速公路上, 动弹不担。 有的人堵了两天两夜, 甚至三天三夜, 困在车上, 挨动又挨饿。 但就在这危难之时, 不少人站了出来。 由于担心司机们没有食物, 幼儿没有热水冲奶粉。 高速附近的百姓, 纷纷自发顶着风雪, 送热水送食物。 各种各样的食物和零食, 应有尽有, 分文不取, 只送不卖。 有网友表示, 自己已经在高速堵了48个小时, 就没见政府工作人员。 出手帮助的, 都是沿线的老百姓, 他们冒着大雪往返多次, 往高速上送吃的。 另外, 还有很多司机, 也发现了一个问题。 在尖南走出湖北路段, 驶入河南后, 虽然道路两边的雪, 依然很厚。 但路面上的积雪, 被打扫得干干净净。 交通基本没有受到太大影响, 几乎一路畅通。 这样的反差, 让很多司机发出了质疑。 同样是暴雪, 为什么湖北与河南的高速, 有这么大的区别。 对此, 官方倒是做出了解释。 这次暴雪天气, 河南降雪, 比湖北早了一两天。 而且, 河南境内, 主要是降雪。 湖北境内, 除了降雪之外, 还有冻雨。 而冻雨天气, 对路面的影响更致命。 在极低的气温下, 冻雨迅速在路面形成坚硬的冰层。 处理起来更加困难, 需要时间。 虽然出现冻雨这种极端天气, 实属无奈。 但对于极端天气的应对, 完全可以有更多的干预手段。 如果湖北高速, 能引导过境车辆及时下站, 或者提前备足生活物资。 最起码可以让过境车辆, 不至于在高速上挨动挨饿。 但关于旅客滞留高速问题, 湖北交通厅给的回复却是, 正在核实情况, 进行处理。 这样的回复很官方, 也很呆板。 如今的高速公路管理, 完全可以做到, 对全境路段实施监控。 在交通部门的监控大屏上, 全省各个路段的通行情况, 一目了然。 此时还说正在核实, 给人的感觉, 不就是睁眼瞎话吗? 高速公路, 既然收了通行费, 就应该保障畅通。 即便是因天气原因不可抗力, 造成滞留。 为旅客安排食物补给, 也是最起码的应急反应, 而不是让旅客翻越栏杆求生。 更不应该, 靠沿线老百姓的爱心, 来弥补管理上的不足。 毕竟, 这样的天气,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。 远的2008年, 我们就不说了。 2018年, 湖北迎来了暴雪天气。 2022年1月份, 湖北再一次迎来了暴雪。 每到这一时期, 湖北的暴雪天气, 可以说是出现得越来越频繁。 而在今年的1月份, 湖北在三天内, 连发41条狱警。 基本上都是低温洞海, 道路结冰等寒潮狱警。 也就是说, 极端天气的趋势一直存在, 狱警也一直有。 但还是出现了, 如今这样的局面。 只能说, 湖北方面要做的, 显然还是不够。 目前湖北高速拥堵路段, 正在争分夺秒, 进行处雪荣斌疏通工作。 春节马上到了, 希望回家的人们, 都能平安到站。